西部,副连长大声喊道,其对立石像拖闲的利剑,顺马可和爱,向东飞去。 副连长带着四个扮演山梁向南进发,不实地用望远近,向四处的群山观察。 突然,他看到远处的山梁上有六七个黑点,他判断这是敌人的名称,山梁后一定还有大批叛载。 目标与我方所在位置有五六千米的距离,隔着南北走向的五山五沟,部队迅速下到河滩。 副连长喊出简短有力的两个字,这是骑兵特有的命令,骑兵们迅疾全速向目标冲去。 接近第五道山梁,副连长命令全队下马,各班留两个控马兵看马,然后兵分两路,两个班由三排长率领埋伏在沟口。 自己率另外两个班攀爬高高的雪石山,沿沙顶向众生搜索前进。 啪啪一阵台子向打来,刚上到沙顶,被敌人名称发现了。 副连长的判断非常准确,沟里黑压压的一片盼匪。 听到枪声,蜂拥向南侧的沟口逃窜,被埋伏在这里的两个包口各挣着,战士使劲喊话,探飞很顽固,连续冲了几次, 被解放军火力压制,只得调头又向北跑,勾匪是一片森林,探飞一旦逃进去就难抓了。 副连长命令五班迅速延山梁插下去,堵尖探飞退路。 部署停当,他从通信员手里拿过冲锋枪,跟着二班一起向前冲去。 初步的五班与山下叛飞平行赛跑,逼人的马蹄声都听得见了。 班长吕子福一声同志们跟我来,双臂一张月下雪坡,机枪手扬有虎,副兽手照长拳,战士王首称接着跳下。 冰块学物在战士们身后飞剑,像白色浪涛里的四艘快艇,直冲而下,他们身上的军衣被石板研磨得鲜血淋漓,下到沟底,迅速以火力封住了同路,探飞进退无路,全部投降。 指挥这场战斗的,就是解放军骑兵议师,的荣耀副连长,荣耀老人十五岁参军,在查齐当政事,亲历了开国阅兵,万春河边,甘青川边剿匪,甘青南平叛,铁骑新疆,对苏战备,研巴注入等骑兵,第一师的一系列大事。 从平坦时的军事指挥员,到金江后任政治主管,刘交望正伟说,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干部。 1958年4月,玉玛家军参与进行的甘南阿易墓去呼战斗,刘交望指导员绿二连三排被大批判匪包围,呼战拖鞋,三排长王云山战死,荣耀排长因家里朗人去世,看下违规,都赶回部队, 看见的是一排排战友的遗体,悲愤异常,随后接替王云山任三排长,在以后的战斗中,非常勇猛顽强,刘老说,58年平叛,我们连就是这个三排表现最好。 刘老讲述了当年平叛时,荣耀任三排长时的两段战斗经过,有一次追13个马家军参与叛匪,三排长带着他们才使劲追着不放, 追着三排大部分马都跑垮了,三排长带着剩下的七八个人仍然在拼命追,追到什么程度,马家军判斑为了逃脱减轻马的负重,把皮毛都脱了,光着屁股骑马,三排长硬是猛追到底,消灭了这股敌人。 他这个人不怕死,有一不怕哭,二不怕死的那种尽头。 还有一次,已经进青海了,我们团里迪为单位分散搜缴,那次副团长赵子凌跟我们连在一起,在向目的地行进时,突然有一伙派被在山上开火,挡住我们的去路,把我们压在沟里。 情况很被动,当时赵子凌副团长都带着警卫员往山上爬,我赶紧让通信员把他们给拉回来。 这时候,又是三排长带着七八个人,一挺轻机枪。 从我们的右翼,顺着狗鱼回到侧面往上打,我们在正面集中轻重机枪掩护,他们一个掩护一个,很快就接近了山顶,那里特别抖,就搭起人漆,顶在这上面的战士,对着盼飞,那个小山包就飞,过去一颗手榴弹。 趁着潘飞慌乱,冲上去一顿猛打,把至高点上的潘飞打了下去,我们连才顺利通过了这里,不按时赶到指定位置,要不是。 下来,我认真的对赵副团长说,你到我们连,我就要对你的安全负责,潘飞的枪要是打中你,我向上级怎么交代啊? 就因为这两场战斗表现突出,58年三排长,在我们连力了三等功,我们搜角时,三个是骑兵牌,四排是机枪牌,两挺重机枪,主要做火力支援,不能打冲锋,三个骑兵牌里主要靠荣耀这个三排,他求战情绪高,积极主动,是非常得力的排长。 刘老奖,机枪牌时,十一两个班,一个班一挺,务实三是重机枪,当苏联国刘诺夫市,行军十分紧,刘决马托载,荣耀他一直很出色,64年我们下马,他从原指导员直接踢引教导员,没有经过副教导员这一级。 当年的任命书,打错了名字,64年骑义团下马,增设,凝离一级剑制,荣老是一营第一任教导员,58年评判师老上级的清晰技艺,是这位当年的骑兵牌长,那六冲杀在评判战斗一线的真实见证。 骑步冲锋,是骑兵最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战术动作,战马骑步奔跑时的速度很快,500米的距离,一分钟就冲到了。 参照1956年解放军总后方勤勿不受移局的军马资料记载,骑程用军马的步伐,分为慢,快,跑,骑四种,标着速度,漫步每分钟100米,按马踢太地的声音区分,十四提音, 快步每分钟200到220米,两提音,跑步每分钟320米,三提音,骑步每分钟480到520米,应该是四提音,但银马的前后之动作很快,听着就像两提音,占满一次飞跃,距离有体长的三到四倍,而行军时,骑兵一般使用慢步与快步交替的方式, 即步度配合,快步时间占全部时间的比率就是步度,数慢步十分钟,快步五分钟,为三分之一步度,再次以下为常用配合法,五分之二慢步十二分,快步八分,时速8400米以上就是急行军,在特级或近距离使用。 当然,实际使用时,要是任务,地形,人马状况,天气来确定,以蒙古马为例,1952年在长哈尔章北线,举行,的1200米赛马比赛中,第一名的成绩是1分24秒。 两位当年腾宅席部,率队冲击的骑兵老牌掌,1958年平派时,荣耀牌掌赛一团二连三牌,米发牌掌赛一团四连二牌。 骑兵第一十亿防新疆后,上世纪六十年代,莫参与了援助巴基斯坦,修建中巴公路的任务,荣老就是卡拉昆仑驻指挥部一大队的政委, 施工地点就在巴控克什米尔,中巴有一名截至驻陆官兵的艰辛付出和流血牺牲,荣耀牌回忆父亲时,深情地写道, 70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,快到年底的时候外出的父亲第一次回家,直到那时候,我们才正式知道父亲去参加原外工程,是修建中巴公路,单位名字叫卡拉昆仑驻陆指挥部, 父亲担任第一工程大队政委,父亲的回来让我们兄妹,忠实非常的荣光了一把,送父亲回来的车,是当时最新的北京吉普车, 比起当时团领导配备的,嘎斯十九吉普车,漂亮大气,引来了全部对大院的孩子围观,三地煞有见识地拿起了一根棍子开户吉普车不让任何人摸一下,妹妹坐在汽车里怎么都不下来, 那个冬天母亲的心情格外地好,因为父亲把出国,拾发给她的高原工作食品罐头,炼乳,鸡蛋粉大部分都节省了下来,给我们带了回来, 我至今还记得,当那大桶的红烧猪肉罐头打开后,在火炉上加热后和马头一起吃的那个香甜感觉,父母亲一直保留着圆巴工程,拔的那个堂瓷针子, 白白秀姬仿佛是缺和着他们人生的沧桑,去把基斯坦修路的时候,父亲风华正茂,身体强壮,但是三年后高血压病再也没有离开过她, 我很想了解父亲在喀拉昆仑去风峡谷战斗的情景,更想陪父亲再走一次喀拉昆仑山的中拔公路, 但是对父亲而言已经是一个奢望了,因为年过八十的身体已经不容许她再去,我想人生如果容许, 我一定要越过红旗拉普大阪,带着那个堂瓷针子去克什米尔,去巴基斯坦, 在喀拉昆仑山的高山峡谷间有回忆干,异国的侵权敬献给父母,感谢他们给予我们的爱, 那个爱曾经跨越国境、时空、王振兴,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, 曾在步兵分队、司令部、后勤部等单位任职,致力于战事学和战术学研究, 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,有个人独到的理解。 P著作《这才是战争》于2014年5月、6月,凤凰卫视开卷8分钟,栏目分两期推荐, 他的名义为《这才是战争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